今天又來爬山喔 今天天氣超好 但是 很冷 早上應該只有 六七度而已 但裡面應該還不 沒有到六七度 現在可能有十度了吧 太陽已經慢慢照進來了 這裡的貴尿大概 每次我都 都被我塞完了 不過現在春天喔 蠻會長的 這個 用心看一下大概都有 這邊 這個是上禮拜來的 大家都走到前面去了 這一段 每次都在這邊拍一下 記錄一下水量 今天這個水量算 和 中等 中等 今天 很好上座 這個水量很好上座 問題是水太冰了 早上不到十度 所以這水一定很冰啊 今天應該沒有要 沒有要往很上面 因為應該不會太好掉 運動而已 沒有要上座很上面喔 大概走個十分鐘左右就好了 等一下會在這一段釣 因為這一段都晒得到太陽 特意挑選的有沒有 太陽快到了 特意挑選在這一段 因為今天真的超冷的啦 因為今天真的超冷的啦 今天吼 釣魚要以 盡量以晒得到太陽為主啊 晒不到太陽真的會 真的會超冷的 這個水已經冰到不行了 在 8點40分 7點開始走 8點40分 到要釣的地方 一個小時40分 一小時40分 算快的 算是走兩個半小時 所以這次在 下切點附近10分鐘的路程釣而已 因為今天太冷了 太冷了 我想說水那麼冰 走到那麼上面也不一定有餘啊 所以我一個人在這一段 這一段剛好都晒得到太陽 等一下太陽就過去了 所以我是在這一段叫 去年來的時候啊 我說上面這邊有一條路啊 上面有個平台啊 上去看過 一年 一年多沒上去啊 去看看 看看上面有沒有什麼 怪怪的東西 對啊我就說 這邊好像有一條路 不過這個路又沒有 通道那邊就沒有路了 來以為上面還有什麼 什麼貴鳥還是山豬 結果都沒有 上面沒有東西 鳥要長了啦 這個就可以吃了 這邊有一個 那個嫩壓 這兩個就可以了 其他的沒長餒 還沒長 應該只有10度而已 我們去 上面那邊還晒的到太陽 10度穿短褲 反正就是拼他還曬的到太陽啦 曬到太陽 至少就有一點溫度了 慢慢會回升 現在才八點多 所以等一下會慢慢變熱啦 走到最遠可以曬得到太陽那邊 從那邊往下掉 沒有曬得到太陽的地方就不要掉 好多蝌蚪喔 春天來了蝌蚪這麼多 小青蛙準備要長大了 全部都是 這邊都是蝌蚪 只有蝌蚪沒看到其他的 正啦 不大咬耶 今天 下了半個多小時 幾乎不吃啊 好不容易吃了一隻 沒有很大 下了半個多小時 三隻 這樣這樣啊 幾乎沒什麼吃 中啦 吃到那個洞裡面齁 不大啊今天的都不大 但是不大會吃啊 久久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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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工的喔 今天是不錯喔 今天是不錯喔 哇這隻是 目前為止最大隻 這邊 大概二十左右吧 大概一個小時吧 這一段掉下來 幾乎不大咬 就到這裡吧 大概前面的一個小時大概都不大咬 後面的十五分鐘 有咬一點點 有比較會吃一點點啊 前面的一個小時 水太冰 幾乎都在浪費時間 不過現在還是水很冰喔 沒辦法站在水 站在水裡面掉 動不起來 你的腳受不了 你的腳受不了 剩十秒你就受不了 所以還是 還是要等水溫再升高一點 先邊掉邊休息吧 哇你那咧 超大的 你變成今天的主角了 哇靠你 哈哈哈哈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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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旁邊看 先去旁邊看 哇塞 哇塞 欸酒班 酒班人鬧我 哇塞哇塞 你就知道了 酒班有多大隻 結果今天 結果今天的主角竟然被 被酒班搶戲了 哇 哇 這個這支酒班大概有 二十七喔 阿娘喂 二十 靠 耶